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已经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无论是工作,找最新的资讯,还是娱乐,我们都会用到互联网。 即使安座家中,你都可以找屋,找工,或者网上救物。 你可以看到天气预报,计算汇率,或者找最新资讯的结果。 你可以利用互联网游览世界著名的艺术馆,例如巴黎罗浮宫,北京紫禁城。 你还可以看到电影或者电视节目,和喜爱的歌手一起唱歌。 互联网和书籍,电视或者收音机不同。 它可以把文字、图像和声音结合起来,而且具有互动性。 你不单可以观看、阅读和聆听,还可以选择接收什么资讯, 用什么方式和什么时候接收。 你只要利用Google或者Yahoo这一类搜寻器,就可以进入全球数以百万计的网站和资料库,发掘里面的资讯。 但最重要的还是,你可以透过互联网和其他人沟通。 你可以发电邮给世界各地的人,只要他们有可以上网的电脑,就可以接收电邮。 你又可以用Messenger,这一类聊天室软件,和其他人进行实时通讯。 如果用Skype,即使身处异地,你都可以看见和听见对方。 互联网结合了多媒体、互动性和通讯功能,用在教学上,就成为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 网上学习日吹普及,越来越多人通过互联网来获取优质教育。 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和大家了解一下网上学习这种模式,探讨它的可行性和要面对的挑战, 又会听一下网上学习者和教师的感受, 还会探讨如何可以运用互联网来建构全球学习社群,培养终身学习的技能。 到底什么是网上学习呢? 其实,网上学习并不是只是用电脑来学习这么简单的。 如果你学过用新的软件,例如是Microsoft Word,或者是Excel, 可能会看过软件附送的光碟,或者是导览, 学习基本的使用方法。 这样,是不是网上学习呢? 其实,那并不算是网上学习的。 那怎么才算是网上学习呢? 首先,网上学习鼓励学习者在现实世界里找所需的资讯。 它可以利用网上资料库和搜寻工具, 浏览企业、政府、国际组织、 学术机构及图书馆的网站。 除了看书之外, 网上学习者还可以浏览不同的网站, 看看这些理论如何应用在现实之中, 或者了解某个课题的最新资讯。 例如,收读财务学的同学, 可以在网上拿到企业的报告, 金融市场的精确资讯, 政府最新公布的财政政策, 以及全球各地财经分析员的专业意见。 和Excel这类软件的导览不同, 真正的网上学习, 还连续着很多不同的多媒体学习资源。 学习者可以根据个人需求, 随时拿到这些资料来看, 多媒体资源给到网上学习者, 充分运用各个感官来学习。 无论是看、听、读和写, 都可以在网上进行。 这些多媒体资源, 包括加插了动画的简报, 无以复杂的概念, 课堂教学, 或者演讲的影片, 实习,或者讨论等等。 看看这些多媒体资料, 如何令学习者, 比起看书有更大的登役呢? 最后, 亦都是网上学习, 和其他电脑学习模式的最大分别。 就是网上学习提供了通讯工具, 例如电邮, 网上聊天室, 网上会议, 或者讨论区, 促进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和沟通。 这些工具将电脑连接起来, 令学习者可以互相提问, 回答问题, 交流意见和经验, 以及建立学习支援社群。 这个网上社群, 将世界各地的学生联系起来, 比起独自学习, 要他教育的网上学习者, 可以了解其他同学的观点。 他会将自己当作学习社群的一份子, 有共同目标, 面对共同挑战。 在这个网上学习的例子里面, 学生用网上讨论区, 和同学讨论功课, 他不但没有感到孤独和挫折。 相反, 他可以将遇到的困难, 告诉其他同学, 还得到其他人的帮助。